安塔瑞斯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林默宇这货竟然叫自己软脚龙 混蛋 你知不知道 软脚龙在我们龙族 是骂人的话 安塔瑞斯怒吼着 一道攻击落下 完成了一次击杀 本龙灭了你 怒吼声继续 第二道攻击完成第二次击杀 林默宇丝毫不怕 灭吧灭吧 还差两次 贱人 安塔瑞斯同样骂了回去 林默宇毫不在意 别看安塔瑞斯怒气冲冲的模样 其实这货的攻击也是有分寸的 之前是高等神级的攻击 现在提升到了半步超神级 控制得非常精确 在安塔瑞斯口中 林默宇彻底成了贱人 彻头彻尾的那种 哪有人找上门要自杀的 而且还不止一次 之前为了对付大世界符文 他杀了林默宇将近50次 260这次估计也要杀上几十次才够 最后一次攻击 安塔瑞斯毫不客气 稍微加了点力 一击之下 林默宇被打得血肉模糊 不成人形 随即天赋被激活 紫光闪烁 身体瞬间复原 灵魂也在同时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全面新生 真正的新生 哪怕是被磨灭的尸骨不存 也能复活过来 所以安塔瑞斯才感觉 这个天赋太过逆天 饱满的灵魂之力 再次朝着技能星河注入 如大江大河滚滚而去 安塔瑞斯叹着气 别人都是吝啬灵魂之力的使用 只有你这么浪费 林默宇一心二用 一边注入着灵魂力 一边说道 我这可不是浪费 我是在拼命吗 在普通技能转化成灵魂技能之后 想要再提升融合度是很难的 第一次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抓住了这次机会 就能省掉后面的麻烦 就像是自己的职业特性 技能只要修炼到自己职业相等的程度 就可以随着自己升级而提升 第一次是最难的 但如果第一次做好了 就能省掉后续的麻烦 技能转化也是如此 从普通技能转化成灵魂技能 第一次灵魂融合时 是提升融合度最好的时机 如果错过了这次 将来就难了 就像之前的几个技能 融合度一直卡在刚转换过来的时候 没有动过 想要进一步提升 就非常困难了 林墨宇很后悔 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 发现这个方法 没有发现自己天赋的强大之处 数分钟后 灵魂之力再次枯竭 技能星河还没有被填满 还可以继续 林墨宇说道 来吧 如你所愿 见人 安塔瑞斯哼了一声 一口龙吸喷在林墨宇身上 林墨宇在龙吸中死亡 安塔瑞斯控制着龙吸的节奏 就像是暴数一样叫着 一次 直到林墨宇死了四次 天赋再度被激活 安塔瑞斯喷出的龙吸 也恰好在此时熄灭 林墨宇不满地叫道 你拿我练技能吗 安塔瑞斯哈哈大笑 不行吗 废物利用吗 死龙 林墨宇咬着牙 怒气冲冲 安塔瑞斯一副你有本事来吃我的模样 十分欠揍 林墨宇继续把灵魂之力 注入到技能星河中 同时问道 大世界的那些天才 他们在转化灵魂技能时 融合度能有多少 安塔瑞斯说道 你问的是人族还是别的种族 林墨宇说道 人族 人族啊 一般就是三十至四十左右 天才点的 能到百分之六十 还有一些天焦融合度 能到百分之七十 林墨宇觉得有些奇怪 没有百分之一百的吗 有 很少 并且也不是所有数法 都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 有上一个就很了不起了 林墨宇点点头 融合度想要达到百分之一百 确实很难 也难怪当时 自己把亡灵之一融合度 推到百分之一百的时候 安塔瑞斯会那么震惊 直骂自己变态 并且接下来可能会更加变态 剩下的每个技能 或许融合度都会达到百分之一百 这似乎已经超过了天焦这个层次 称一句妖孽都不为过 林墨宇又问道 那除了人族以外的其他种族呢 安塔瑞斯一本正经的回答 一般就是三十至四十左右 天才点的 能到百分之六十 还有一些天焦融合度 能到百分之七十 林墨宇瞪了安塔瑞斯一眼 这和人族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啊 林墨宇知道 这或是在斗自己玩 当即闭嘴 安塔瑞斯呵呵笑道 开个玩笑 你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林墨宇说道 我只是想知道 一些关于大世界的事 安塔瑞斯沉声道 如果将来你去了大世界 你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天赋 这点非常重要 安塔瑞斯说过 有些种族有秘法 可以夺取别人的天赋 还有魂族这种诡异的存在 可以纠战雀巢 夺射之事 魂族常作 林墨宇点头 我会的 别的你就不用多问了 等将来你到了大世界 就会懂得 不过有件事 你现在就可以考虑起来了 安塔瑞斯此时已经收起了笑意 十分认真严肃地和林墨宇说着 气息波动 灵魂之力再次耗空 技能星河还没喂饱 有话一会再问 让本龙再杀你几次 安塔瑞斯兴奋地喷出了龙溪 林墨宇全身被龙溪包围 一遍遍死去 安塔瑞斯似乎是杀上了瘾 喷着龙溪的时候 还嗷嗷大叫 林墨宇无奈地叹着气 这货真的是有点不正常了 这是憋坏了吧 林墨宇脱口出 要不要去找条母龙过来 滚 老子灭了你 安塔瑞斯大吼大叫 把林墨宇烧成了灰 紫光一闪 林墨宇再次重生 继续注入灵魂之力 同时无奈地叹口气 好吧 我现在要考虑什么 安塔瑞斯就像是神经分裂一样 又恢复了一本正经的模样 你的目标是 成为这方小世界的世界之主 同时还要让这方小事 借吞噬掉两块碎片世界 想完成这些事 你就必须成为五 七超神级 同时 这个世界毕竟只是个小世界 其所能容纳的极限 也就是超神级 等你到了进无可进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做两个选择 第一种 是你带着整个世界走出去 让整个世界都曝光在大世界里面 接受大世界法则的洗礼 第二种 就是你自己走出去 这个世界依旧维持原状不动 林默宇思索着安塔瑞斯的话 两种选择 有什么区别 安塔瑞斯沉生道 区别很大 忽然林默宇身体一颤 技能星河终于吃饱了 他开始飞快旋转 发光发热 林默宇清楚 又是一个百分百融合度的灵魂技能 要诞生了 林默宇的身上 也散发出异样气息 变态 安塔瑞斯忍不住骂了一句 第725 继续 不要停 技能星河越来越亮 也越来越热 急速旋转中 滋生出了火焰 林默宇已经没有心思和安塔瑞斯说话 紧紧盯着技能星河 第二颗恒星要诞生了 安塔瑞斯同样进入了林默宇的灵魂 和林默宇一起欣赏盛世 灵魂融合百分百 普通技能转化成灵魂技能 你口中的灵魂技能 在大世界里也被称作术法 而百分百的融合度 技能星河化成恒星 又被称为恒星级术法 那些还没有形成恒星的术法 被称为行星级术法 术法可以承载法则 不同程度的术法 所能承载的法则量级 也是不同的 恒星级术法 可以承载的法则量是 行星级的几倍 乃至几十倍 上百倍 真好啊 多漂亮的恒星啊 传说中 恒星诞生的时候 会伴随着十分奇妙的东西 强者一生 也难得能见到几次啊 要珍惜 安塔瑞斯喃喃说着 似乎是在 说给林墨宇听 也仿佛是在说给自己听 林墨宇牢牢记下了 安塔瑞斯的话 此时他的注意力 已经完全被 即将诞生的恒星所吸引 并没有回答 安塔瑞二十五思 哄 技能星河达到了极限 轰然炸开 他化作一团烈焰 在灵魂世界中升空 炸开的光 扫荡过整个灵魂世界 灵魂世界 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是 在恒星炸开时 林墨宇忽然看到了一些奇妙的东西 这是他从没有见过的东西 在极度灿烂爆炸的最中心 竟然有一个小黑点 小黑点好像连接着某个地方 林墨宇的注意力 原本就集中在恒星上 尤其是听了安塔瑞斯 有意无意的话后 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现在一看 果然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那漆黑的小点里 就像是深不见底的洞穴 里面充满了神秘 深深吸引着自己 可小黑点出现的突兀 消失得更快 前后持续了不到半秒 就消失不见了 几乎就是一闪而逝 等林墨宇回过神来时 技能星河已经变成了恒星 高高挂在灵魂空间中 释放着炙热光芒 和亡灵之意形成的恒星相比 这颗星的恒星显得有些孤单 孤零零的一颗在那里 但并不妨碍它的高贵 与那些行星级的灵魂技能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林墨宇第一时间感受到了 自己的灵魂空间 似乎扩大了几分 灵魂层次也相应提升 在93级通往94级的道路上 又迈出了一小步 只要这样再多迈出几步 自己就能达到94级 灵魂层次一高 战力就能大幅度提升 而且是全方位的提升 没有短板 刚才有看到什么吗 安塔瑞斯的声音响了起来 林墨宇硬道 看到了一个黑点 好像很神秘 但是消失得太快了 看不清 安塔瑞斯呵呵一笑 记着那个黑点 那是什么 很重要吗 林墨宇本能觉得 小黑点很神秘 好像对自己 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但并不清楚 里面是什么 很重要 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不过你现在 只要记住他就行了 现在的你 并没有资格去接触他 安塔瑞斯十分严肃 明显示不想再说下去 林墨宇自然能听懂他的话 没有再多问 接下来便是收获的时间 终于把一个普通技能 转化成了灵魂技能 并且还是完美的 恒星级术法 带着激动的心情 查看起这个技能 海骨尖牙 融合度100% 释放海骨尖牙进行攻击 数量及威力 由消耗的精神力多寡决定 就这 看着技能解释 林墨宇微微有些发愣 表情十分古怪 安塔瑞斯也注意到了 林墨宇的表情 怎么了 林墨宇说道 我的这个技能有些怪 怎么怪了 说话不要吞吞吐吐 能不能干脆一点 安塔瑞斯一脸嫌弃地 看着林墨宇 林墨宇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我演示给你看吧 授法 海骨尖牙 手指天空 技能发动 指尖亮起一团白光 接着白光炸开 化作数以万计的尖锐白骨 冲破天际 尖牙速度犹如闪电 瞬间划过数万米距离 就像是瞬移一般 若不是安塔瑞斯眼神够好 几乎都要看不清 直到尖牙完全消失 耳边才响起轰鸣乌声 林墨宇本身拥有超过 260万的精神力 再加上君主权杖的加成 精神力已经超过300万 刚才演示技能时 林墨宇直接动用了 三分之一精神力 也就是100万精神力 用百万精神力 施展一个技能 就算是法师系里最强的静咒 也不需要这么高的精神力 精神力可以视作是 灵魂强度的外在表现 同样操纵大量精神力 也需要极强的灵魂 操纵100万精神力 对林墨宇并没有什么难度 精神力在消耗的瞬间 就被补充完整 就像是没消耗过一样 全面连接天赋 默默发挥着作用 安塔瑞斯看着林墨宇的技能演示 感觉好像有些不太对 还没等他说话 林墨宇第二次释放技能 这一次 林墨宇的指尖带着闪电 林墨宇动用了雷电法则 这也是林墨宇 目前唯一可以驱使的法则 同样是100万精神力 指尖亮起洁白光团 洁白光团随着闪电升空 随后在空中轰然炸开 把方圆十几里地 照得如同白 骤 空中就像出现了一颗 洁白的小太阳 白光持续了数秒 方才消失 失败了 安塔瑞斯愣了 失败了 林墨宇点点头 无法承载法则 260不可能吧 安塔瑞斯在震惊中 觉得难以置信 完美的恒星级术法 无法承载法则 在他悠长的生命中 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林墨宇带着苦笑 我大概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刚才恒星照耀灵魂的时候 林墨宇就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现在更是百分百确定 是大世界符文在搞鬼 安塔瑞斯带着疑问 是大世界符文 林墨宇艰难点头 应该是 我刚才就觉得不对劲 面对大世界符文的动作 这一下连安塔瑞斯 都有些无可奈何了 上一次阻止林墨宇 觉醒技能失败 这一次大世界符文 换了种方法 明明是完美的恒星级术法 却不让他承载技能 让他变得 还不如低融合度的 行星级术法 别提有多郁闷了 安塔瑞斯想安慰林墨宇 却不知从何说起 林墨宇甩掉苦笑 眼神中透出坚定 或服相依 结果如何 谁又能说得准呢 大世界符文也不是万能的 总有办法对付他 而且我的技能 即使没有法则 威力也不差 说话间 林墨宇朝着天空 不断发射海骨尖牙 看着像是在发泄心中郁闷 安塔瑞斯看着林墨宇 眼神微微发生了变化 继续 不要停 第726 没有罪见 只有更见 林墨宇听从安塔瑞斯的话 继续释放着海骨尖牙 而且所消耗的精神力 越来越庞大 有着全面连接天赋存在 他根本不用担心精神力的消耗 所有消耗的精神力 都会分摊到每个召唤物身上 在消耗掉的瞬间 精神力就会被补满 林墨宇完全可以肆无忌惮地 挥使精神力 当每次技能消耗的精神力 达到300万时 海骨尖牙的数量 已经突破10万 威力和速度都大幅度提升 林墨宇就算是用灵魂之眼 也无法看清 只能看到海骨尖牙 从指尖光团中闪烁了一下 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速度 每秒何止10万米 可能达到了每秒百万米 千万米 速度太快太快 至于威力 林墨宇也大概有所判断 虽然看不见 可海骨尖牙划过的空间 都会留下淡淡的痕迹 空间似乎被撕裂了 可又没有完全被撕裂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 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 海骨尖牙的威力绝对不弱 接近于高等神级职业者 林墨宇在挥使技能 让林墨宇不要停的安塔瑞斯 却是闭上了眼睛 他并不是睡觉 而是在感应着什么 林墨宇能感受到 属于安塔瑞斯的灵魂力 正在剧烈波动 接着安塔瑞斯的额头上 出现了一只巨大眼睛 第三只眼睛 神龙慧眼 安塔瑞斯首次在本体上 使出了神龙慧眼 在神龙慧眼下 一切都将无所遁形 就算是大世界符文 都能被看到 安塔瑞斯用神龙慧眼 观察着海骨尖牙 观察了足有一分钟 接着他开口道 攻击我 最大强度 林墨宇毫不犹豫 把技能对准了安塔瑞斯 反正不是第一次了 林墨宇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海骨尖牙落在 安塔瑞斯的身上 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安塔瑞斯来说 连挠痒痒都算不上 安塔瑞斯再感受了一会 缓缓开口 可以了 停吧 林墨宇停了下来 你发现了什么 安塔瑞斯说道 一种法则 一种我从没有见过 也没有听过的法则 嗯 在大世界符文的诅咒下 海骨尖牙 无法承载法则 安塔瑞斯却又说感应到了法则 甚至还是中他没有见过的法则 再次突破了林墨宇的想象 安塔瑞斯甩了甩龙脑袋 让我想想 该怎么形容他呢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但在死亡中 似乎还有一丝生气 这就和你的那些 不死系的召唤物差不多 林墨宇想到 当自己使用技能时 犹如不死世界降临的场景 泼口出 我想称它为不死法则 很贴切 确实可以 安塔瑞斯重新组织语言 我在你的术法里 感受到了不死法则 这种不死法则 存在于术法本身 并非外来之物 由此判断 大世界符文 虽然可以压制你的 恒星级术法 不让你的法则融入其中 但是无法压制 术法本身携带的法则 林墨宇问道 在大世界里 有这种本身 就携带法则的术法吗 他在此刻 也顺着安塔瑞斯的话 把灵魂技能 改称为术法 虽然灵魂技能 已经叫习惯 但毕竟在大世界里 有着更为常用的称呼 各种族对自己的能力 都有自己的称呼 术法只是最为 但同乡人还使用着自己的方言 以后去了大世界 林墨宇也要入乡随俗 安塔瑞斯应道 携带法则的术法 不是没有 但是非常稀有 而且这种术法 都是非常强大的术法 林墨宇说道 那可要怎么增强灵魂技能 不 是术法里的法则呢 安塔瑞斯摇头 只能靠你自己去感悟了 法则这玩意 有些悬 你多用这个技能 多感悟一下 或许就能增强了 而且我感觉 与其领悟别的法则 还不如好好领悟不死法则 不死法则才是 你本职业的法则 比起什么雷电法则 要强大得多 林墨宇也清楚 自己本身的职业 就是和不死系生物打交道 领悟不死法则 自然是最好的 当然 林墨宇还有个野望 时间法则 他也不想放弃 如果有可能 一起掌握 林墨宇说道 我会好好研究 我的灵魂之力还有富裕 应该还能在班科技能心核出来 安塔瑞斯龙眼一亮 一下子来了精神 快去班 以后让我继续杀 疯子 林墨宇懒得搭理这祸 灵魂之力微微移动 进入了自己的灵魂世界 灵魂世界里 代表亡灵之意的 恒星级术法 如同火团 高高在上 五颗行星级术法 正绕着它旋转 再不远处 同样是恒星级术法的 海骨尖崖 似乎成了孤家寡人 孤零零的一个 灵魂空间里 灵魂之力弥漫 要维持这些转化成 术法的技能心核 现在林墨宇的灵魂力 有所富裕 觉得可以再搬一颗 技能心核过来 林墨宇再次向强盗般 冲进了技能空间 迅速锁定了 最近的一颗技能心核 灵魂之力包裹了它 往外拖 比上次难了 因为技能心核变少了 空间束缚力 就相应变大 但依旧挡不住 像强盗般的林墨宇 林墨宇拖着它 不断往技能空间外面走 技能空间的束缚力 想要阻拦林墨宇 却显得那么无助 半日之后 技能心核被脱离了 它的出生地 进入了另一片陌生的环境 沿着固定的路线 林墨宇无比熟练 把技能心核 运送进了灵魂世界 找了个合适的地方 把它固定住 然后灵魂力 不要命地冲进去 技能心核 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命运 十分配合林墨宇 大肆吞噬着灵魂力 它好像真的是饿坏了 大口大口吃得痛快 吃吧吃吧 不管你能吃多少 老子都攻得起 林墨宇压根 不是在为灵魂力 老王的是在塞 他无视自己的灵魂承受能力 肆无忌惮 他塞得痛快 既能心核也吃得痛快 光芒开始变得强盛 越来越亮 杀我 好嘞 来了 一句剑制无敌的话音响起 回应他的是 更为不要脸的声音 安塔瑞斯带着兴奋 一巴掌拍在林墨宇身上 这次不用龙西了 他又换了种方法 那种感觉 就像是要把各种杀人法 都用上一遍 反正林墨宇也杀不死 安塔瑞斯也不需要有任何顾忌 一巴掌接着一巴掌 林墨宇死了一次又一次 又在天赋的紫色光芒中获得新生 安塔瑞斯催促道 你行不行啊 软脚人 快点快点饭 塞啊 灵魂之力赶紧塞进去啊 不用怕撑爆他 你撑不爆的 安塔瑞斯兴奋地叫着 见得难以想象 林墨宇想到了一句话 没有罪见 只有更见 第727 两种选择 其实无需思考 新的技能心和开始充能 这是林墨宇想出的新名词 很贴切 充能期间 一人一龙继续聊起先前中断的话题 安塔瑞斯问道 刚才我说到哪了 你说两种方法区别很大 林墨宇白了这祸一眼 明显知道 这祸就是故意的 以安塔瑞斯的层次 怎么可能忘记自己 说到哪了 安塔瑞斯干笑着继续说下去 先说第一种方法 让这个小世界 在大世界中彻底曝光 这样做的好处 就可以让小世界沐浴大 世界的法则 大世界法则洗礼的过程 会持续数百年 你身为世界之主 在此期间 可以很容易领悟法则 这是大世界 对于新近小世界的优 但 林墨宇陈生问道 那缺点吗 凡事不可能只有好处 而没有任何坏处 有这么多的优点 必然也有其缺点 安塔瑞斯继续说道 缺点也很明显 曝光之后 这方小世界 就失去了大世界法则的保护 世界之主 是可以争夺换人的 道 时候有多少强者 种族会过来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新近的小世界 就像是一只香喷喷的肉包子 是人都想来咬一口 林墨宇身为世界这方 首当其冲 想要面对各方强者的争夺 林墨宇并没有把握守住 况且还要想到 世界中其他人的安全 大战余波 会给整个是二百六世界 带来灾难 别人要的只是世界之主的位置 要的只是大世界法则洗礼的优待 那些外族强者 并不会在意 这方世界本土生灵的生死 想到这里 林墨宇听得毛骨悚然 他能想到 若是没了大世界法则的保护 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自己的这方小世界 还是太过弱小 如今在大世界法则的保护下 小世界外面 是强大坚固的壁垒 其他强者想要入侵 非常困难 只能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入侵这个世界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小世界才有一丝自保之力 见林墨宇神情肃穆 安塔瑞斯继续说道 如果你选择这条路 我可以帮你镇守世界 有我在 保证你的安全并没有什么大 问题 安塔瑞斯的意思林墨宇能懂 保证他的安全没问题 但别人就不好说了 若是真的大战 仅是余波 就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 甚至有些强者 在自己得不到的情况下 毁灭世界也不是不可能 林墨宇问道 别的小世界晋升 都是怎么做的 做法各种各样 但一般来说 大战都是避免不了的 也有些小世界位置偏僻 晋升时也没被人发现 百年过去后 大世界 法则洗礼也就过去了 这时 也就没什么人会来抢了 偏僻的位置 自己的这方世界 显然不是 这还没有晋升呢 就已经被人盯上了 并且盯上的 还不止一个种族 魂族 恶魔 龙族中的势力 还有那位骑着轻牛的老人 林墨宇感觉自己的世界 已经是别人眼中的香啵啵 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问题是 世界还没有晋升 别人是怎么发现的 面对林墨宇的疑问 安塔瑞斯轻蔑地笑了声 那就要问上个时代的那帮家伙了 现在说这些已经无用 我和你说说第二种 选择 若是 你做第二种选择 那么你就自己离开世界 只身进入大世界 这样一来 你会缺少大世界的法则洗礼 对于你的成长并没有好处 当然也没有什么坏处 优点是 这方世界 依旧能受到大世界法则的保护 这方世界里的人 也能获得安全 而且 你成了世界之主 可以进一步增强世界的安全性 将来你自然能懂 你可以等到 将来自己足够强大 拥有保护世界的力量后 再让世界晋升 安塔瑞斯把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都说得明明白白 有利有弊 一切都交给林墨宇自己选择 林墨宇并没有考虑太久 已经有了答案 这方世界 有自己需要保护的人 不能让他们受到危险 自己不是什么大圣人 甚至自己杀人不眨眼 对敌人从不手软 死 在自己手下的 有恶魔 有龙族 有神灵 也有人族 只要成为自己的敌人 自己就能毫不留情地杀掉 但同样 这方世界 野里也有着自己的亲人 朋友 自己也不允许他们受到伤害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林墨宇已经有了答案 安塔瑞斯似乎猜到了 林墨宇的选择 行吧 说着 他又一巴掌拍在了林墨宇身上 一连四次 激活天赋 这一次 安塔瑞斯并没有大吼大叫 林墨宇也保持着沉默 一连拍了四下 林墨宇身上生腾起紫色光芒 天赋被激活 如此三轮之后 这颗技能星河总算吃饱 他已经变成了一团烈焰 有普通的技能星河 一跃成为完美的恒星级术法 安塔瑞斯再次出现在林墨宇的灵魂世界里 在恒星级术法真正成型的那一瞬间 大爆炸中的小黑点 是他非常想看的景象 林墨宇同样也想再看上一眼 虽然只有刹那芳华 看不见什么 可那种感觉 他要记住 安塔瑞斯告诉他 先记住 不会有错 火团炸开 光芒四射 林墨宇再次在爆炸中心 看到了那个小黑点 小黑点持续时间仅有半秒 林墨宇注意力无限集中 把这半秒仅可以地延长 半秒时间很短 林墨宇依旧什么都没看到 可偏偏这个小黑点 对他又有着无限吸引力 不只是对他 应该说对别人都是一样 安塔瑞斯眯着眼睛 一脸痴迷的模样 林墨宇知道 这货肯定有什么发现 安塔瑞斯说过 那是所有强者都想看到的东西 只是可以看到的机会 太少太少 自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安塔瑞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 希望能对安塔瑞斯有所帮助 如果真能帮上安塔瑞斯 林墨宇也觉得由衷的高兴 看着已经升腾而起的恒星 灵魂之中猛的一几 那种压抑的感觉再次浮现 大世界符文 林墨宇咬着牙 有种要吃人的感觉 大世界符文再次动手 不用说 这个新生的 看似完美的恒星级术法 同样无法承载法则 大世界符文 用一种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手段 来限制自己的成长 这种感觉十分讨厌 却没有办法 幸好 大世界符文 无法压制术法本身所携带的法则 抛掉心中的不快 查看这颗新进的恒星级术法 海骨牢狱 融合度100% 对敌人进行束缚 造成麻痹效果 被束缚的敌人 无法行动反击 束缚敌人数量与时间 根据消耗的精神力而定 第728 难得一剑 双星术法 海骨牢狱 刚刚获得这个技能的时候 林墨宇经常使用 当时他战力不强 需要对敌人进行各种控制 无论是追杀敌人 还是掌控战斗节奏 或是用来打断敌人的技能 海骨牢狱的作用都非常明显 后来随着敌人越来越强 技能的强度开始跟不上 而且 随着战力不断变强 战斗方式也变得大开大合 海骨牢狱的使用频率 也就越来越少 最近的几场战斗 根本没有动用过这个技能 林墨宇始终相信 没有无用的技能 只有无用的职业者 和不适合的场景 海骨牢狱的一时无用 不代表将来一直无用 终于 如今海骨牢狱 由普通技能转化成竖法 而且还是恒星级的竖法 即使它无法承载法则 依旧十分强大 技能等级不再是它的限制 只有精神力才是它的限制 只要精神力足够 就可以彻底限制住敌人 林墨宇最不缺的 就是精神力 随着技能变成竖法 伤害减少的特性也消失不见 不会再影响对敌人的伤害 想象一下 控制住敌人 在敌人无法反抗的情况下 进行打击 那有多爽 林墨宇恨不得现在就控制住龙皇 狠狠地揍它 可林墨宇也知道 龙皇哪有这么容易控制的 怕是自己动用全部精神力 也难以对它进行有效控制 毕竟双方的等级相差太远了 自己才80级 龙皇已经99级 半步超神巅峰 再前进半步 那就是货真价实的超神级 还有那不知名的巨斧在手 战力无限接近于超神级 以及最后出现如黑洞般的技能 林墨宇感觉光凭这两个技能 想胜过龙皇还很难 不是攻击技能 即使无法承载法则 影响也不大 林墨宇自我安慰 面对强横神秘的大世界符文 已经侥幸赢过一次 这一次 大世界符文再也没有给自己机会 直接封死了自己的术法 让他无法承载法则 这样一来 即使是完美的恒星级术法 其威力也就比普通技能强上一点 比起那些承载了法则的术法 要弱小得多 安塔瑞斯似乎还在感悟 并没有睁开眼睛 林墨宇也没有打扰他 默默看着灵魂世界里的新注客 代表着海骨牢狱的恒星 同样是孤零零的一颗 没有行星级的术法 环绕在侧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事 在林墨宇的设想中 他早晚要把所有行星级的术法 全部转化成恒星级 所有术法的融合度 都提升到100% 即使是大世界符文 也不能阻止自己这么做 咦 怎么回事 林墨宇发现 代表了海骨牢狱和海骨尖牙的两颗恒星 正在靠近 双方之间似乎产生了一丝联系 林墨宇看到 好像有火线从两颗恒星中伸出 像触手一样 与对方互相连接 他们互相接近对方 在达到一定距离后 开始绕着对方旋转 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形成绚丽画面 是双星啊 忽然想起安塔瑞斯的叹息 他不知在何时苏醒过来 正目光炯炯 看着不断旋转的两颗恒星 林墨宇问道 双星是什么 安塔瑞斯眼中闪着金光 每颗恒星代表了一种数法 当两种性质相近的恒星互相靠近 被对方吸引形成连接之后 形成一 中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格局 就称之为双星 双星一旦形成 数法的作用就会大幅度增加 用一个数法 可以实现两种数法的效果 却只有一个数法的消耗 最关键的是 两种数法 可以同时承载两份法则 一同爆发 说到这里 安塔瑞斯突然闭上了嘴 他意识到 要林墨宇无法承载法则 自己正好说到了林墨宇的痛点 林墨宇并不在意 他从安塔瑞斯的话中 抓住了重点 我想做一下实验 林墨宇对双星数法十分好奇 很想知道真实的效果 安塔瑞斯显然也想知道 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下来 安塔瑞斯伸手抓来几只怪物 等级有高有低 低的只有70级 高的达到80级 无一例外 这些怪物全部来自下层空间 上层空间里那些等级低下的怪物 已经连成为实验对象的资格都没有 面对安塔瑞斯 这些怪物只能不安地颤抖 毫无抵抗之力 那模样 如同砧板上的肉 除了等死 没有别的可能 弱肉强势的生存规则 在此时此刻 无比真实地展露出来 林墨宇锁定了其中一只怪物 使用了竖法 求鲜花 竖法 海骨牢狱 这只原本还在不安挣扎的怪物 忽然变得僵硬 在他的身上出现了一层白骨 他如同石化了一般 被海骨牢狱麻痹 也几乎是在海骨牢狱生成的同时 海骨尖牙爆发 砰的一声 把怪物打成碎片 数万枚海骨尖牙 如同在怪物体内爆发一样 穿过了怪物的身体 把怪物撕成碎片 有点意思 林墨宇嘴角微扬 刚才的些许 不快一扫而空 他能感受到 海骨尖牙 是从海骨牢狱上爆发的 而且爆发的不止一个点 而是全身上下各个点 海骨牢狱 成了海骨尖牙的载体 在控制住怪物同时 像是尖刺朝着怪物发动攻击 双星术法 这就是安塔瑞斯所说的双星术法 使用一个技能 却能形成两个技能的效果 而且只消耗一份精神力 他只需要使用海骨牢狱 控制住怪物 海骨尖牙就会同时发动攻击 如此一来 海骨牢狱的实用性大幅度提升 而且 海骨尖牙最头疼命中率问题 似乎也得到改善 试试多个目标 林墨宇用着同样的精神力 灵魂锁定了多个目标 几个怪物身上同时出现海骨牢狱 被控制的怪物同时动弹不得 身上出现了一层白骨 接着砰砰砰树声响起 洁白如雪的海骨尖牙呼啸而出 射穿了怪物的身体 再次撕碎了它们 依旧是秒杀 没有任何悬念的秒杀 不过和刚才的技能还是有所不同 用着相同的精神力 控制了数名怪物 海骨尖牙的数量也相应减少 总量不变 每只怪物所受到的攻击次数变少了 海骨尖牙被技能平均分配 那如果用海骨尖牙攻击呢 林墨宇手指一点 竖法 海骨尖牙 洁白光团炸开 海骨尖牙一闪而过 被海骨尖牙命中的怪物身上 顿时出现了白骨 海骨牢狱将它们完全控制起来 相反的使用 效果也是一样的 只要被一个竖法命中 就会引发第二个竖法 确实很神奇 对我试试 安塔瑞斯眯着眼睛 再次自愿充当起实验品意 叫 第729 强盗在玲珑族没杀够呢 普通的怪物 已经无法测试出技能的强弱 安塔瑞斯很自觉地 当起了实验品 它的存在 林墨宇无法撼动 它来充当实验品 再好不过 林墨宇对着安塔瑞斯 使用海骨牢狱 这一次 林墨宇动用了全部精神力 没有丝毫留守 他知道 即使是动用全部精神力 也别想伤害到安塔瑞斯 双方层次相差如天地之谣 根本难以计量 300万的精神力 瞬间消耗一空 安塔瑞斯并没有被束缚 海骨牢狱 只不过在安塔瑞斯身上闪烁了一下 连灵 一秒都不到 便宣告崩溃 可以说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就是这灵 一秒里 明明已经崩溃的海骨牢狱 还是爆发出了海骨尖牙 双心束法 哪怕束缚失败 都不影响它 海骨尖牙在安塔瑞斯身上炸开 海骨尖牙打在 安塔瑞斯坚硬的龙龄发 260发出激烈的撞击声 安塔瑞斯仔细地体悟了一下 沉生到 很不错的术法 控制外加攻击 若是敌人的实力弱点 只要被束缚 就是秒杀 攻击力差不多到了90级的程度 足以秒杀90级的职业者 安塔瑞斯的感受 和林墨宇的感受相似 海骨尖牙的威力 根据自己消耗的精神力而定 自己目前的精神力 只有300万 若是施展强兵技能 精神力还能大幅度增加 威力也能随之增加 而且还有500%的额外伤害加成 秒杀92级的神级 不成问题 有了这个技能 即使不使用召唤技能 林墨宇面对神级职业者 也有一战之力 安塔瑞斯叹息道 可惜啊 这么好的技能 竟然不能承载法则 林墨宇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现在不能 不代表将来不能 他不信 大世界符文是不解的 否则第一次怎么解释 总有办法解决问题 林墨宇问道 既然有双星术法 那还有没有三星 四星 或是五星术法 安塔瑞斯点头 有的 三星和四星 术法我见过 五星只是听说过 但从没有见过 即使在大世界里 拥有五颗完美级恒星术法 而且还要兴致相近的人 并不多见 林墨宇问道 最高能有几星 传说中有十星 但从没有人见到过 那只是传说中的东西 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如果有机会 弄到五星术法 就已经 可以同级之中横着走了 在安塔瑞斯的解释中 互相连接的恒星越多 术法威力就越大 尤其是三颗 恒星相连之后 形成三星术法 威力会大幅度增加 每增加一星 威力就能翻倍增加 林墨宇笑着说道 我可不能使用法则的哦 安塔瑞斯摇着头 那也没关系 即使没有法则 只要你星够多 一样可以碾压对手 林墨宇常常呼出口气 希望如此吧 麻烦再送我去龙族世界 你还打算继续 总要实战一番吧 龙族世界 林墨宇无声无息地出现 目光中除了杀气 还有坚毅 他在龙族世界里的事 还没做完呢 还要继续 仅仅图了两成怎么够 当年龙族杀进来的时候 可是图了好多成 当时人族伤亡 数以亿计 他才杀了多少龙族 才乃到哪 有恩必偿 有仇必报 林墨宇表示自己恩怨分明 亡灵之意展开 随意选择了一个方向 双翼一阵 深如闪电飞驰而去 这里是风元素区域 到处都是风 林墨宇乘风而来 带着毁灭气息降临 一座大城进入视线 下一秒 林墨宇已经身处城中 城池中的防御体系 发现了林墨宇这个外来者 顿时景升大作 阵法同时开启 但已经来不及 林墨宇已经冲进了城池之中 浩荡灵魂散开 锁定数千龙族 只见白光泛起 术法 海骨牢狱 动用了三百万精神力 是寻常状态下的权力一击 白光的城池之中闪烁 被林墨宇锁定的龙族人 全部被麻痹 身上同时出现白骨 接着白骨之中 爆发出海骨尖牙 把他们撕得粉碎 一击 数千龙族人当场生死 其中有高等龙族 有龙族战将 无论等级高低 结果一视同仁 安塔瑞斯的评价非常客观 林墨宇这个技能 足以秒杀九十级的神级职业者 也就意味着 这一击的威力达到了九十级 那是龙王的范畴 再厉害的龙族战将 也挡不住龙王的攻法 林墨宇的一次攻击 并没有下退龙族人 这里是龙族的大城 城中生活着数十万龙族 驻扎着庞大军队 大量龙族军人凌空飞起 朝着林墨宇扑来 这一次 林墨宇并没有召唤亡灵军团 这一次 他准备自己亲手杀敌 眼中杀意沸腾 林墨宇轻贺一声 距离 强兵 两大术法同时展开 两种状态同时展开 把林墨宇的战力 推到了极限 灵魂力急剧消耗 八十一级的灵魂力 能够维持足足十二秒 比之前翻了一倍 不过林墨宇根本不需要在意时间 只要有足够的敌人让他杀 术法的持续时间 就可以无限延长 属性被推到了极限 九十三级的灵魂层次 让林墨宇的属性 也达到了九十三级的层次 精神力突破五百万大关 增加超过百分之七十 强大的精神力 令术法的威力大幅度增加 林墨宇左右开弓 持续不断施展术法 扔出骸骨尖牙 不需要灵魂锁定 也不需要进行瞄准 城里敌人太多了 他只需要扫荡再扫荡 五百万精神力催发的骸骨尖牙 炸开之后 数量超过二十万 不可见的程度 即使是林墨宇 以九十三级的灵魂之力观察 也只能看到一丝淡淡的痕迹 空间仿佛被锐气划过 虽然还没有破裂 却留下了无数痕迹 骸骨尖牙的攻击 无限接近九十六级 就算是九十五级的龙王过来 面对骸骨尖牙 都会无比狼狈 刚刚飞起的龙族军人 如雨点般落下 在他们身上 纷纷出现白骨 骸骨牢狱 伴随着骸骨尖牙爆发 将它们牢牢束缚住 林墨五 七宇站在空中 对整座城市 进行无差别扫荡 获得经验的提醒 如雨点般跳出 源源不断的灵魂之力涌来 转化成升级所需的经验 这一幕若是被别人看到 绝对会把眼珠子瞪出来 从没有人可以这样炼击 把龙族城池 当成自己的炼击场 把龙族世界当作副本 龙族战将是精英怪 龙王是Boss 龙皇自然就是这个副本最大的Boss 短短数分钟 城池里的龙族伤亡惨重 距离 强兵 两大树法 都拥有吸收敌人灵魂 增强自身灵魂层次的作用 虽然作用并不强 但林墨宇杀的实在太多 灵魂层次不禁向前迈步 逐渐来到了93级的极限 空中响起龙音声 龙皇在远处疯狂扑来 林墨宇 你该死啊 第730 林墨宇 你死定了 你来得太晚了 林墨宇轻笑一声 相隔还有万米时 林墨宇朝着龙皇一直点出 龙皇的声音戛然有止 整个人都出现了呆滞 海骨牢狱出现在龙皇身上 接着白光炸开 海骨尖牙爆发 龙皇怒吼一声 全身炸出恐怖的法则气息 挡下了海骨尖牙的攻击 不过林墨宇这次攻击太过突然 让龙皇猝不及防 受了点皮外伤 身上灵甲破碎 头发散乱 看上去十分狼狈 林墨宇用500万精神力 配合着强兵的额外500%伤害 也只能对龙皇造成皮外伤 没有法则是硬伤 对付龙皇还行 对付半部超神的龙皇 差点意思 一击之下 林墨宇也明白了技能的极限所在 对着龙皇咧嘴一笑 挥了挥手 王灵之翼一阵 林墨宇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龙皇瞳孔猛地一缩 他再次失去了林墨宇的影子 林墨宇 混蛋 你这个胆小鬼 该死的混蛋 龙皇气急败坏地大吼大叫 可林墨宇早就离开万里 灵魂力25源源不断供应给王灵之翼 王灵之翼的速度快到了极限 短短几秒飞出上万公里 几乎横穿了龙族世界 林墨宇以惊人的速度 再次驾铃一座城池 他没有目标 也不需要目标 他就是来屠城的 为保千年前人族血仇来的 领域神识不断转动 吸收着杀气 没有杀气困扰 让林墨宇始终能保持冷静的状态 面对龙皇 他丝毫不恋战 一击变退 凭借亡灵之翼之力 斩断灵魂锁定 瞬息万里 寻找新的城池 新的城池并不大 里面生活的龙族也并不多 这在林墨宇的视线下 这座城池中 却有着大量龙族军人 这是座军事城池 林墨宇轻声说着 整个人出现在城池上空 下一秒害人白光笼罩全城 满城都是死亡气息 海谷尖崖带着尖锐的呼啸声 席卷全城 巨大的建筑纷纷倒塌 海谷尖崖如豆腐一样洞穴了他们 即使藏身在十几米的地下 都是无用 大地千疮百孔 龙族的防御 几乎在瞬间便宣告崩溃 大量灵魂力涌入 刚才的消耗迅速被补充完整 两分钟后 远空出现庞大气息 这次来得快了吗 林墨宇远远地便感受到了龙皇气息 同时一道法则从数万米外射来 法则快 林墨宇更快 亡灵之翼一阵 瞬间切断了灵魂锁定 消失得无影无踪 法则没了目标 打了个空 十指法则携带着巨大力量 如陨石坠落 把远方的一座小山移为平地 龙皇气得快疯了 看着满目疮痍的城池 他疯狂怒吼 虽然死个把龙族人 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 龙族世界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里面也有数千万龙族 死了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都对龙族构不成威胁 但是龙族再多 也架不住林墨宇这样屠杀下去 林墨宇图成的消息已经传遍龙族 再这样下去 必然会令龙族信心崩溃 他带着不甘发出怒吼 一声接着一声 可是无济于事 龙皇眼神变了 他好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双手紧握超神级巨斧 随后将之高高举起 口中念念前声 龙族有难 请祖宗前辈降临 龙族有难 请祖宗前辈降临 龙族有难 请祖宗前辈降临 龙皇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血脉熊熊燃烧 身外的神龙虚影也变得凝实 巨斧亮了起来 上面浮现出复杂的线条 这些线条构成了一座阵法 龙皇用自身血脉激活了阵法 脸色也随之变得苍白 激活阵法需要大量血脉 这一次对龙皇伤害极大 阵法终于完成 投影灿烂光芒 光芒之中 出现了一头巨龙 一头全身青色的巨龙 和林墨宇曾经见过的元素巨龙一模一样 在他身上散发着法则的气息 法则之中还蕴含着强烈的个人意志 这是位已经把法则融入自身的强者 巨龙似乎在假妹 他听到了龙皇的呼唤 懒洋洋地睁开眼 看了龙皇一眼 杂血龙 言语中带着浓浓的不屑 杂血龙深深刺激了龙皇 但龙皇不敢发作 他反而作一滴声 见过大人 说吧 什么事 元素巨龙依旧是懒洋洋的模样 一副看不起龙皇的模样 龙皇忍气吞声 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怪胎 导致我龙族受到极大威胁 怪胎 有多怪 元素巨龙似乎有了一些兴趣 但也谨识一些 龙皇说道 他是个81级的人族 什么 81级的人族 元素巨龙怪叫一声 言语中更是不屑 81级的人族能有什么用 一口气就能喷死 元素巨龙轻蔑地说道 你虽然只是杂血龙 但好歹也是半部超神 而且 你握着巨龙斧 可以让你发挥出无限接近超神级的战力 你这样竟然还打不过一个81级的人族 这种废物 有什么资格来求救 杂血龙三个字再次刺激到了龙皇 龙皇深吸口气 不是我打不过 是他不和我打 他有个技能 速度很快 而且能斩断灵魂锁定 他不停地换着城池 行屠城之举 我每次追到了 他就逃了 元素巨龙哈哈大笑起来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龙皇说道 还请大人出手 帮我灭掉此人 我们为组长大人攻城掠地 虽然只是炮灰 但也任劳任怨 元素巨龙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我给你一件东西 应该可以解决它 龙皇大喜 谢谢大人 他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层次的存在 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但龙皇之260道 对方肯定比自己强 巨龙的模样 是他毕生追求的第二目标 第一目标自然是神龙反祖 但他也清楚 神龙反祖是不可能的 自己最多也就能进化成元素巨龙 想要进化成元素巨龙 就必须去化龙池 要去化龙池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功勋 他带着任务来到这里 目的就是消灭人族 为自己的种族夺取这方世界 就能获得功勋 那样就能进入化龙池 不仅有机会进化成元素巨龙 还可以步入超神级 赶年前 人族和恶魔联手挡了他的路 千年后 林墨宇再次挡了他的路 而且这次求助之后 即使他完成了任务 功勋也会大打折扣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他已经把林墨宇恨进了骨子里 不把林墨宇挫骨扬灰 不足以凭心中之恨 巨龙府上的阵法还在运转 一颗滚圆如玉的珠子 从阵法中浮现了出来 珠子看上去 和安塔瑞斯的龙珠有些相似 深渊恶魔喜欢用魔石 龙族则喜欢用龙珠 当然不是真正的龙珠 而是一种特殊材料 按着龙珠的模样 打造而成的器具 龙皇握着龙珠 灵魂之力涌入 当即明白了它的作用 这没名为定空珠 里面记录着一个阵法 可以锁定空间 足以困住半部超神 一旦陷入其中 就很难脱离 龙皇脸上露出冷笑 杀意冲天 林墨宇 你死定了 第731 就凭他这种杂血龙野派 林墨宇再次寻找到了一座城池 林墨宇发现自己来到龙族屠城的消息 应该传开 各城的防御阵法都已经打开 城中的龙族人严阵以待 林墨宇一眼望去 看到城头上大量龙族军人 还有已经升空的战船 阵法形成护照 笼罩着整座城市 并没有感应到有龙王的气息 这里同样是一座没有龙王的城池 创生权杖的修复已经到了尾声 若是能在有些龙京 就能够彻底复原 龙族中龙王虽然不守 但也不可能每座城都有 只能算是自己运气不够好 没能碰到 林墨宇估计着 现在龙王们也不敢来找自己麻烦 高等龙王都被自己杀了 普通龙王就算成群结队过来 也只是送菜的份 意念一动 天空瞬间变得漆黑 空中乌云翻腾 仿如另一个世界降临 在乌云中时影时现 乌云中 无数亡灵军团杀出 海骨巨龙咆哮 喷洒龙溪落在阵法之上 无头骑士发动冲锋技能 不要命式地撞在阵法上 阵法当即被撞得扭曲变形 骷髅狂战士 骷髅大法师同时发动攻击 骷髅神射手在最后方 已经拉满弓箭 灵魂锁定阵法后的龙族 在阵法破碎之时 他们将会发动致命攻击 城里的龙族人 纷纷脸色大变 胆小的已经吓破了胆 跌坐在地上 瑟瑟发抖 就算胆大的 此时也如大难临头 神情无比难看 这种阵仗 着实有点吓人 阵法只能挡一时 甚至连一时都挡不来 城中魔力水晶 已经全力运转 但阵法在攻击下迅速变形 眼看就要崩溃 城中的所有攻击手段 已经全部展开 但这些攻击落在亡灵军团身上 并没有造成多大效果 亡灵军团的数量太多了 铺天盖地地扑过来 令人无比绝望 仅仅一分钟多点的时间 阵法炸裂如玻璃般崩碎 等待多时的骷髅神射手 同时动手 技能 灵魂射杀 一轮轮的无形之剑 落在龙族人身上 在灵魂中爆发 大量龙族人在无声无息中死去 他们死前眼睛瞪圆 看上去极为痛苦 灵魂的伤害 远比想象中要痛苦 龙溪笼罩了全城 无数龙族人在龙溪中惨叫着倒下 骨肉被削弥 焚魂被灼烧 只剩白骨 许多龙族人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最终有一天 会死在龙溪之中 图城 灵魂与目光肃目 看着城内的惨状 毫无同情怜悯之色 相对于人族曾经付出过的鲜血 才杀这么点龙族算什么 就连利息都算不上 灵魂与内心 不止没有怜悯同情 同时也没有仇恨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该做什么 如果有可能 他会把龙族灭光 一个不胜 作为入侵者 就要做好被抹杀的心理准备 不会有俘虏 人族也不需要俘虏 龙族人进行着无谓的反抗 结局在灵魂与驾临时 其实已经注定 两分钟后 远方再次传来庞大的气息 龙皇来了 从灵魂与出现在这里 到龙皇过来 前后也是五分钟而已 龙皇速度已经够快 但还是晚了一步 灵魂与远远地看到了龙皇 感受到灵魂锁定 同时他也看到 龙皇手中似乎有一团光 这团光给了灵魂与 一种危险的感觉 灵魂与本能就要离开 灵魂力涌入 亡灵之意震动 切断了灵魂锁定 但灵魂与惊讶发现 自己竟然还在原地 空间似乎变得无比粘稠 自己无法在里面行动 不止自己如此 亡灵军团也是如此 还有所有正在崩塌的建筑物 各种碎石 也都停滞在半空之中 不是时间被停止了 而是空间中好像多了一层胶水 粘住了所有 耳边传来龙皇疯狂的笑声 灵魂与 你死定了 龙皇飞快地冲过来 灵魂与发现 他的速度也受到了影响 但所受的影响远比自己小 龙皇手中的珠子 散发着萌萌的光芒 笼罩着他 是这个珠子 灵魂与本能地觉得 现在的情况 应该都是龙皇手中的珠子造成的 这颗看上去 好像是龙珠一样的珠子 不断散发着光芒 上面好像还有阵法的纹路 同时 还有浓郁的法则气息透露出来 法则很强 似乎要超过龙皇本人 这个珠子是新得到的 灵魂与心中有所猜测 如果龙皇一直拥有珠子 早就用了 不会等到现在 灵魂与灵魂一动 一道紫色珠神雷射出 本体行动困难 但并不妨碍他打出珠神雷 融入雷电法则的紫色珠神雷 在空间中 速度也变得慢了下来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空中飞过去 龙皇轻易地躲过珠神雷 别挣扎了 你死定了 说话间他举起巨龙斧 眼神中带着嗜血的光 朝着灵魂与一抚披露 巨龙斧携带着惊人力量 伴随着龙皇的十指法则 浩浩荡荡落下 刷 灵魂与忽然消失 和灵魂与一起消失的 还有亡灵军团 巨龙斧再次披了个空 庞大的力量落在城池里 发出一声轰鸣污 因为阵法的存在 空间被凝固了 城池以一种极慢的速度崩溃 先是出现裂痕 随后才慢悠悠地炸开 整个过程就像是放慢了 几百倍的慢动作 龙皇愣住了 灵魂与竟然又不见了 这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逃走的 龙皇快要疯了 前几次逃了也就算了 这次空间都被凝固 灵魂与怎么还能逃走的 这不合理 太不合理了 手中的龙珠光芒逐渐减弱 笼罩广阔天地的阵法消失 空间顿时恢复了正常 整座城池彻底崩溃 龙皇这一幅用了全力 无限接近于超神级的一击 彻底把整座城池移为平地 原本城里还有些幸存的龙族 也都死在了这一幅上 龙皇确定 灵魂与已经不在这里 再度发了风势的怒吼 他全身灵甲倒立 神龙虚 老王的 隐浮现在身后 不停地咆哮 声音响彻半个龙族事件 灵 安塔瑞斯眼神中带着笑 死里逃生的感觉怎么样 看到灵魂与吃扁 这会十分开心 没啥感觉 习惯了 灵魂与确实死习惯了 他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龙皇那一斧子 就算落下 也杀不了自己 所以压根不带怕 只不过灵魂与觉得 自己当活靶子 没什么意义 于是就激活了 安塔瑞斯的龙灵 直接闪人 灵魂与皱着眉 龙皇手上的是什么 他知道安塔瑞斯肯定看到了 安塔瑞斯说道 那是磕阵法珠 阵法珠犯 灵魂与表示并不懂 安塔瑞斯道 阵法珠里记录着一个阵法 可以用灵魂之力激活 直接布置阵法 灵魂与说道 刚才的阵法空间阵法 屁的空间阵法 就凭他这种砸血龙也配